新主市长候选人谢文静竞选团队 26号再度召开记者会 说明选举奥播 真新闻被说成假新闻的事件 日前谢文静竞选团队工作人员 刊登议会议员咨询广告 临之间竞选团队认为是不时报道 有误导民众之嫌 因此提起告诉 谢振营26号再度澄清内容属实 也将向林振营提出诬告 这个新主市议会咨询的全程内容 作为广告的内容 这是完全是事实不是传播谣言 那这个内容在林志坚市长来看 应该是全程聆听过的 他可以了解这里面完全是呈现的是事实 那他以我们吴贵婚女士传播不时之事来提告的话 那这是明知他不是传播不时之事 而意图他做这个刑事责任 这是一个误告 那吴贵婚女士会针对这件事情提出误告 及妨害民意的告诉 只要是广告上面写的内容是真实 其实跟选报法方面是很难成立的 那既然林先生那边的阵营都知道说事实结果是怎么样 也知道广告内容是真的 那就没有不实的问题 那在误告罪里面他的概念是 你明明知道 你明明知道没有这个事实 那你会捏造出来 然后以这个捏造的事实来提起行事告诉 这样就有机会成立误告罪 那另外就诽谤罪的部分 当然就是你如果传述一段不时文字 会毁损掉别人的名誉 会减低别人的名誉 只有可能成立诽谤罪 林志坚继选办公室主任黄仁为表示 10月17号已经委由律师地状完成告发程序 一切交由司法处理 至于我们为何会提出告述 是因为吴贵婚女士 她使用类新闻的方式 进行了那个广告的编写 那编写的内容 其实是一个不正确的内容 然后她也没有在依照新闻的伦理 进行相关的平衡报导 所以我们是针对这样子 没有经过相关平衡报导 不正确的内容是提出告诉的 选战剩下29天 候选人除了陆续端出政策牛肉 在文宣工坊上也格外小心 避免让对手影响选情 开阔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